歡迎來到林獎鬼頻道 今集駕駛一間最近在深圳號火爆的蒸汽石鍋魚 它叫做鮮潭虎鮮湖蒸汽石鍋魚 說明火爆行日去到處大約等九個字 門口有大大的電視給大家看看 它的葫蘆究竟賣什麼藥金吸引呢? 今次來的是金光華店很多香港人 這裏一帶很多食物競爭都蠻大的 不說那麼多了但大家體驗一下 等了九個字終於入到了 個場環境都蠻新正 都是四人卡位般的佈局 坐在石鍋爐噴上蒸汽 蒸汽的力度蠻厲害的 原來爐具和碗筷都經過高溫少少毒 嘩我真是第一次見到鍋這樣噴氣 先不理會它是不是特地做給你看 但給到我一種感覺是維生好多 你還體驗好新鮮 真是未見過呀 坐下馬上給你一碗糖水 給你潤喉嚨 還給你幾個吉仔吃 還有點鹽水花生和涼拌青瓜小食 單都未下就有這麼多日食有多好 它這裏還有免費的水果茶 還會是滷滷的 個位望出去就是這樣的 通常就有2至4人一台的 聽職員講下有包箱 坐到10個人左右 石鍋煮魚最緊要當然是個爐 中間那粒東西就是噴煙位 一大個石鍋這樣 我們在大眾點評喊了個三人餐320元 包了條鋼豚魚 屋打就4選1 海鮮菌類就4選1 海鮮肉類就3選1 還有鴨血、豆製品、小食、菜和飲品 這個是鮮潭手打蝦滑 有6塊的公兵令它多了少少鮮氣 見它是這裏的招牌 好過選一些菇菌 套餐就跟了這條鋼豚魚 民間有不食鋼豚不知魚味這個說法 這隻魚刺小肉嫩得來也有營養價值 有3斤重有多是剛剛湯的 新鮮到還會動真是很新鮮 幫我們擠幾個檸檬下去 湯底就緊了青椒紫蘇鍋 聽聞是比較白搭的湯底微微清辣 搭配什麼魚都適合 材料大概有幾指 紅棗、菇、腐皮、大蔥等等 3斤多重這條魚真是很大條 不喜歡紫蘇熱湯底的話 這裏還有原味、酸辣筍味、野生菌菇味等等 下好料蓋過草蓋蒸5分鐘 它這裏拿著毛巾包包的毛邊 怕蒸氣蒸得太厲害 都有跟我們說聲小心鍋都頗細心 所以蒸氣千萬不要靠近 因為蒸氣都好熱 扭開蒸氣的時候發出的聲音都頗細心 有些像開引擎的聲音 噴出蒸氣出來騰雲鑑目 蒸大約5分鐘便吃得 蒸氣真的好厲害 相信這個體驗香港比較少見 我開一打開草帽 一鍋鮮魚湯就這樣就做好了 想不到5分鐘湯就煮好 拿著白色 紫蘇葉是主要先下的 最後先下是用來提升鮮味的 平時就比較少吃紫蘇葉 下早應該會香些 順利一提原來這鍋這麼快熟 是經過蒸氣130-140度高彎蒸煮 湯才會變得這麼魚白色 這個湯是沒有落味精 比較吸引到的魚鮮甜味 配搭健康的湯料十分有營養和健康 職員幫我們筆湯等我們試一口湯 他說他們的店口味比較清淡 覺得不夠味的可以加些鹽或者胡椒粉 如果有需要還可以幫我們加起來 這個湯水真是超級白 好濃好鮮甜好飲整條魚的精華 三斤多重魚肉都好多 你看這塊魚肉真是超大塊 是已經煲到好軟過一小時了 就這樣吃就好鮮甜 又或者可以蘸它最大早的豉油醬汁 這樣吃都好好吃 而不夠味外面拌個醬都有的 有好多醬料給大家選擇 基本上都齊了 例如有麻醬、撥撥雞醬、牛肉醬 菌菇醬、沙茶醬、大師傅醬醬豉油 還有各種的調味粉 這碟這麼大碟的牛羊拼盤 是等四十分鐘以上送的 家欣這道向公眾承諾以上這三樣東西 對菜品不滿意熱退 鮪魚是即叫即湯、不下味精和添加劑 等超過某個分鐘還有東西免費送 跟餐飲的鴨血有十二塊這麼多 這個是烏雞卷也是這裡的招牌 是切開一片片的 配料都差不多上齊 石鍋還有大量湯和魚肉都未開始吃 只是魚頭已經好大 可想知道魚有幾大條 這隻魚是好重骨膠原的 套餐包上這個小米餅有六件這麼多 是即食的 有點像鬆糕不過軟綿一點 都蠻好吃的健康 我們湯喝不細 照樣加了一些清湯下去 因為喝小的話都飽了 要留個肚子試一下些東西 丟個盒子下去 鴨血都放進去 這個爐是非一般的爐 加熱如果沒必要 都不要自己動手叫聲他們幫忙就可以 我們選了這個石瓶豆腐皮 都是招牌 放在一邊稍後再吃 菜就選了個生菜 份量就少了些 整桌食物包上條魚都是320元 超多食物 真心覺得超值得 上碎的速度都很快 這裏透明度連廚房的內部都沒有看 好少食事會這樣做 應該對自己出品好有信心才敢做 講返個鴨血 泥皮都是點煲都不會老 不過吃下去就沒什麼味 反而試了個蝦滑都蠻好吃 應該是自家製 有蝦肉味兼有蝦那種爽爽的質感 丟上烏雞片下去試試 過爐可以調慢一點 等它慢慢熟 雞肉切片這樣上 香港通常都是雞腱 而且它用的是烏雞 都頗有營養 煮熟都頗嫩滑 吃起來都有雞味 至於菜的牛羊拼盤 是頗瘦的 味道可以 而且份量都頗多 盲尾丟上腐皮 不用煮太久 錄它一兩分鐘就夠了 都頗滑而且有豆味 不會夾到爛細那種 不知道是不是本身魚湯的關係 樣樣邊爐料都覺得幾好吃 這裡大部分人都是叫這個二至三人套餐 感覺上套餐的性格比真的好高 三個人埋單才是320元吃得好飽 食鍋草帽蒸氣這麼特別的體驗 魚又大條 湯水又營養健康 而且食物選擇都好多 食材新鮮 環境乾淨企理而且坐得好舒適 職員服務態度都好好 這樣的配套 好值得大家過來體驗一下 前往方法好簡單又近路 在國賣站BJ後出步行約300米 金剛華港長庫二層016A至17號鋪 好了今集就介紹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阿東 超了